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中医认为三交不通是癌症发生的温床 中藏经中就说到 夫拥央仓种之所作也 皆五脏六腐虚毒之不留则生矣 就是说呢,癌症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源于毒素的积累 那么毒素是怎么有机会慢慢去聚集 最终一发不可收拾的呢 是因为排泄毒素的通道不通畅了 这个通道就是三交 三交主水液代谢 水液代谢正常毒素就不可能过多的在我们的体内堆积 另外,还有一部分癌症源于情绪的变化 在外科正宗当中说到 欲怒伤肝,思虑伤痞,忧虚似结,积聚成块 情绪失常则气运行不畅 气在哪里运行了?也在三交 故而三交不畅 所爱气的运行可以溜发肿瘤 还有的肿瘤发病是源于淤血 是源于淤血欲结聚 气性不畅则血不畅 三交气质则淤血内结 我们呢就会生癌症 还有正气不足也是肿瘤发生的原因之一 外症一案汇编当中指出 正气虚则称炎 老年人的肿瘤发病率直线上升就和正气不足是有关系的 正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先天元气 先天元气通过三交运行周身 支持脏腹之气的运转 因此三交不畅则元气疏不失常 脏腹之气不足 一生肿瘤 所以说了这么多 您看呢 癌症的发生归根结底和三交不畅是有关系的 一辈子不生癌的人 三交往往非常的顺畅 生了癌经过治疗又复发的人 往往三交重归于组织 而能够有效治疗癌症 实现五年以上生存 甚至是长寿的人 则是很好地畅通了自己的整个三交 那到底什么是三交呢 三交其实就是我们脏腹之间的缝隙 它包括了上交下交中交这三大部分 主要的功能有两个 第一个是运行我们身体里的气 第二个就是运行身体当中的水液 那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三交是不是通畅呢 咱们的身体其实是会有些信号的 大家可以跟着我下面说的对照一下 第一点是总觉得自己有压力 焦虑不安 安安紧张 精神苦闷 第二点 总觉得自己胸闷腹胀 两肋发胀 第三点 总觉得自己头晕迷糊 呼呼欲睡 血脂偏高 第四点 肥胖超重 四肢乏力 不喜欢运动 体能不好 第五点 身体局部出现规律性疼痛 比如说胃痛 肝胆脚痛等等 第六点 大便尖色不畅 小便发黄 点滴不进 第七 身体局部经常出现浮肿 比如下肢 眼皮等 第八点 面部出现淤斑 舌面出现淤斑 有以上这些状况 那就一定会生癌吗 当然也不能这么说 我们只能认为 这样的身体状态 说明身体内部环境不够好 具备生癌症的土壤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改变它 从而达到有效的预防癌症 那我们如何做 才能够打通三胶的预读呢 下面给大家介绍 三个疏通三胶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拍打法 三胶筋从我们双手的无明指开始 沿着手的扰骨和持骨的中线 手背的中线 一直到肱骨的中线 到我们上臂 到肩胛骨上圆 再到后背 一直到我们的眼睛眉毛 一直到眉尾处 总之三胶筋大体的路线 就是从无明指沿着手背 一直到我们的肩膀处 这是我们需要疏通的这一段三胶筋 拍打三胶筋的时候 咱们可以用双手 坐着或者站着都行 先用左手拍打右臂的三胶筋 顺着三胶筋的方向 从手腕处开始 一直用力拍打到肩膀处 再反回来从手腕开始 有节奏的拍打 力度与自己能承受维度 这样可以震度了三胶筋 顺着三胶筋的方向拍打 可以增强三胶筋的气血 起到调理三胶的作用 拍打三胶筋每一侧8分钟以上 拍完右臂的三胶筋 再来换左手 拍打左手臂的三胶筋也是8分钟 拍打完三胶筋之后 还不算完全疏通了三胶筋 咱们来结合暗容一个穴位 这个穴位叫做羊齿穴 羊齿穴的位置就在我们刚刚讲的三胶筋上 它是三胶筋的圆穴 位置在我们的手腕部 首先呢咱们找到手背上的腕横纹 腕横纹往前对着无名指和中指的指缝 这个位置基本上也就是手腕背部的正中点 这里也有一个凹腱处 按起来比较痛 这就是羊齿穴的位置了 左右两只手 方法是一样的 找到位置 羊齿穴是调节前身血液循环的重要穴位 可以迅速畅通气血 暖和身体 比如说你在手脚发冷的时候 咱们可以用两个手背的羊齿穴互相摩擦 很快你的身体就会暖和起来 特别是双手变得热热的 按揉羊齿三分钟 可以把你身体上的气血引到手上 恢复三胶筋的功能 每天咱们拍打三胶筋左右各八分钟 按揉羊齿穴左右各三分钟 这样呢能够非常好的疏通我们手上的整个三胶筋 第三步我们需要做一个锻炼 双手脱天领三胶 古人是非常注重三胶通畅的 八段锦当中的双手脱天领三胶 它可以有效的梳理人体的三胶 顺畅全身的气血 发动元气畅达全身 加快各个脏腑的韵化 减轻疲劳感 在练习的时候 首先站立 双脚分开与肩膀同宽 双手自然下垂在身体的两侧 双眼目视前方 调整下呼吸 双手掌心在小腹之前微微拖起 指尖相对 向上拖起 到胸前的时候 缓缓地翻转掌心 掌心朝上 手臂伸直 掌心朝天 双眼 看着自己的双手 好 放松 从身体两侧 缓缓地放下双手 回到小腹的位置 再来 在双手托天的时候 双眼目视着自己的双手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和身体情况 每天去做三组到六组 通上三胶不仅仅是为了防癌 也是我们日常养生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上胶不通心肺受累 中胶不通脾胃受累 下胶不通肝胆受累 三胶一通 助症自消 古人在养生防病的方面 经验是非常丰富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那么配合日常的起居的调整 保持脏腹经过功能的正常 气血的旺盛 这样做就可以增强身体的抗病能力 起到非常好的防癌的作用 祝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 养出健康的身体 都拥有健康长寿 好了 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